杭州的小鱼特别喜欢一位中超球员阿兰 想要收藏一件阿兰曾经的球衣 就要找人从奥地利代购 可后来被告知球衣被扣了 代购还一直让他转钱 他的巅峰是在萨尔茨堡红牛队 而是我觉得那件球衣很好看 五年前他就已经转会广州很大了 现在是很难买 在奥地利当地可能还能买 小鱼的偶像阿兰全名叫阿兰道格拉斯 一位来自巴西的足球运动员 2015年来到广州恒大踢球 今年2月份加入了天津天海 而更早前他曾效力于 奥地利萨尔茨堡红牛队 小鱼说他要买的就是阿兰 在萨尔茨堡踢球时穿的那件球衣 因为很难买到 所以就在贴吧里发帖 问谁能从奥地利帮忙代购 之后一位网友联系上了他 并加了QQ 球衣找好以后 他就跟我说860块钱 然后我说能不能走嫌疑淘宝 他打死不走 他就说他怕跑 但我也能理解 对方叫什么是能是女 小鱼说他都不知道 甚至连球衣照片 对方都没有发给过他 但他还是爽快的 把钱通过微信扫码支付的方式 转了过去 可是没多久 他说对方又让他转钱 他说中转的费用要150块钱 20欧元 他说150块 我又给他了 第二天他说海关那里被扣了 请你交1000块的税费 我已经先帮你交了一半了 就一共是2000 我把1000的税 那好我钱也打给他了 小鱼说他当时就一心等着收求衣 结果三天后 对方说还得再转300块钱 那个出关费要300块 我怀疑他的时候 他的凭证 他说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拿不出来 后面他给了我真的一个奥地利快递的单号 查出来确实是奥地利的 但是查不到物流信息 小鱼表示这300块钱对方一直在催他 但他一直都没有转 因为他有些怀疑 比如他要加对方微信 对方说微信只加家人 对方自称是长期待在奥地利 他要和对方通话 听对方说德语 但对方拒绝了 并表示用翻译软件 因为小鱼没有转300块钱 对方已经把小鱼的QQ给拉黑了 记者特意选了奥地利时间的中午 试图加对方QQ了解情况 但对方没有通过 目前小鱼的事 警方正在调查中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